全球最大的零售业者Walmart也加入了这个健康保险业的竞争 他们宣布在全美2700家门市新增健保专员 帮助民众来比较不同的个人健保以及联邦医疗健保计划 并且会通过网路和电话来登记注册 好 Walmart和网路健保平台DirectHealth.com合作 那么会有这个保险专员从10月10号开始在超市里提供服务 并且会一直持续到12月7号 正好赶上2015年度的健保开放登记时段 Walmart并不会向这些保险专员来收佣金 合作的目的是要帮超市来吸引更多的人气 并且将Walmart打造成一站式药妆店这样的形象